作曲 李宗盛 注定无法忘怀 就算这一路兜兜转转 也总迷失在茫茫人海 总愿会一百转千回 颠沛流离也无缘 这一生像如一幕 你是我的先伴 或许是我曾经的倔强 独自承受心酸 秋迟 学生骆秋迟 策划考试舞弊一试 与为人卷无关 请私承责罚 秋迟 你在说什么呀 你好不容易来到书院 你更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你快走啊你 学生骆秋迟 秋迟 策划考试舞弊一试 与为人卷无关 请私承责罚 秋迟 学生骆秋迟 策划考试舞弊一试 与为人卷无关 请私承责罚 骆秋迟 你说的都是真的 回私承 绝无半句虚言 作弊的方法是我想的 机关是我布置的 与他人无关 学生甘愿受罚 这 还有我 护卫统领杭如雪 帮助骆秋迟策划舞弊 还望 私承责罚 杭教头 你怎么赢 还有我 清禾 还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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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孙祖阳 孙孟爷 袁婉琪 张玉才 公孙岚 林书尹 协同骆秋迟和文人卷 在考试中策划舞弊 请私承责罚 四肠 这么多人都参与了 发不择众吧 总不能把他们 都赶出去吧 你们所有人 敢对着自己的书院玉牌发誓 绝对没有作弊吗 学生发誓 绝对没有作弊 私承 他们确实存有邪念 但现在看来 他们已经知道悬崖勒马 这也得益于 私承平日里 对他们的教诲 依我看 要不从今日开始 让他们禁足七日 并且每日对着书院的 剩下悔过 然后再把道德经罚朝一百遍 再将此事告知他们的家长 将来这么长的时间 也够他们反省很久了 不行 这 都听好了 除了刚才宣博士所说的 在场的所有同侪 今年大考的考试成绩 全部作废 并 每个人记大过一次 若今后再有人 违反书院的法令 无论是多少人 无论是谁求情 一律逐出书院 听明白了吗 学生明白 都去领阀去吧 谢司成 来 好了好了 都别愧着了 散了吧 骆秋迟 来 来 来